万圣节即将到来 可以看到店家已经卖起应景商品 准备共度欢乐又搞怪的夕阳鬼节 而不给糖就导弹的万圣节 没有准备糖果怎么行呢 今天就带大家DIY这款可爱又带有一点点恐怖的蜘蛛饼干 等朋友来要堂食 给他们一点惊喜 一起Happy Halloween吧 食材 起酥有二分之一杯 花生酱二分之一杯 红砂糖二分之一杯 白砂糖二分之一杯 蛋一颗 牛奶两汤匙 香草精一茶匙 面粉一用四分之三杯 小苏打一茶匙 盐二分之一茶匙 糖四分之一杯 小的瑞奇巧克力 杯子造型款 事先打开送冷冻 一般式面圆形巧克力也可以 糖果眼睛 黑色蛋糕装饰写四笔 步骤一 首先将烤箱预热至375度 再将起酥油 花生酱 蛋白砂糖 白砂糖 牛奶及香草精全部倒入 搅拌均匀后 放置一旁备用 步骤二 再准备一个容器 将面粉 小酥打及盐 搅拌均匀 步骤三 将以搅拌均匀的面粉 倒入刚刚的花生酱泥中搅拌均匀 面粉记得分两次加入搅拌 这样会比较均匀 步骤四 接着就可以准备塑行了 用汤匙挖一个约共丸大小的面团 滚成球状 在烤之前每一颗球状面团外面要均匀粘许糖当外衣 将糖面团放在有烘焙纸的烤盘上 烤的时间为10至12分钟 步骤五 从烤箱中许出饼干 然后将巧克力当蜘蛛的身体放在饼干中心 占饼干还有温度时比较好压入 再放上两个糖果眼睛 放入冰箱让形状固定 最后使用黑色蛋糕装饰写字笔 画上蜘蛛的脚就完成咯 成品是不是非常应景又很有万圣节气氛呢